哈喽朋友们 欢迎回来 涛光玩具箱 最近呢 我是买了一些迷你GT的小车 因为这个品牌的小车呢 价格不算高的离谱啊 而且剩在这个涂装和细节都很棒 有一些买回来还是挺值的 今天呢 我是打算做一个多美卡风火轮 以及这个迷你GT三种R32的红像对比 同时呢 跟大家聊一下R32这辆车 迷你GT这个品牌的小车呢 其实并不算是玩具了 它的盒子上也标明了 这个产品呢 是适合14周岁以上的人群 而且那有小部件是吧 这车确实也很脆弱啊 比如这个后视镜 虽然是橡胶材质的 但是由于是粘上去的 特别容易掉 涂装上的细致程度呢 是元超普卡风火轮和普盒多美卡的 我认为比高级系列的风火轮呢 是还要强上一些 这个车轮车轴做的是特别失败的 大家听我拿手里的这个声音啊 完全是来自于车轴从车身连接出的空隙 此外 这个车轴不远啊 同四轴的一字板 各种模也是这个品牌的通病了 不过它的定位是模型呢 本来就不是让人推着玩的 我个人认为 这是这个产品定位的一个败笔啊 迷你GT 包括绿光这些品牌的车啊 如果能提高一下车轴的顺滑度 还是能全不少粉丝的 好的 话说一堆呢 咱们还是来看玩具本身吧 首先迷你GT这辆车呢 是全金属的 也就是金属车身加金属底壳 碎料玻璃 橡胶轮胎 我上手的第一感觉啊 是这车虽然大部分是金属的 但是它很脆弱啊 完全不像多媒卡或者风火车这样 我敢拿手里这样来回盘 这车我是真不敢 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后视镜太容易掉的过啊 R32的赛车版呢 是Nismo在1989年生产出了DEP的6辆 随后呢 1990年是生产了剩下的554辆 并且全部呢 是这个金属灰的 顺便提一下 这个Nismo呢 是Nissan Motorsports International的缩写 它呢 是Nissan公司专门从事赛车研发的一个死公司 搭载了著名的RB26DTT引擎的R32 出于日本制造商之间的Gentlements Agreement的限制 它的关键动力呢 只有低调的276马力 但是 所谓的君子协议 大家都知道 小动作当然是在权子下面 是吧 这个RB26呢 实际输出其实远不止这个276马力了 它的稳定输出呢 是在310马力左右 那R32在4.7秒冲上100公里的时速 四分之一率的成绩呢 也是12.8秒 这车当年一出事啊 就横扫了日本那个Japanese Tuning Car Championship 当年世界各地去日本参赛的车队啊 都是感受到了被尼桑R32支配的恐惧 我说的支配啊 是指R32赢得了从1990年到1993年 所有的29个冠军头衔 并没有给别的车队半点机会 同时R32呢 还赢得了纽北24小时奈利赛 4824小时奈利赛等赛事 它呢 也是远征澳洲啊 奉展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福特阿塞尔瓦 拿下了Basset 1091年到92年的冠军啊 对于这个牲口中的牲口 牲口之王 是吧 澳洲人呢 是给他起了一个凶猛的昵称 这呢 也就是GT200号哥斯拉的由来了 迷你GT的R32小车呢 整体比例啊 跟真车相比 我觉得是略显修长的啊 咱们这样横向对比一下 火轮子和多美卡的R32呢 感觉都要壮实不少 迷你GT的辆车的涂装很棒啊 它呢 是完美复刻了90年那辆赛车啊 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模具的压述细节上呢 同样也很不错 前面双色大灯呢 是透明树枝架啊 下面的进行网格里面啊 也是做出了这个横向的绿网纹路 相比封偶轮的前两呢 是没有节操的标配 同时呢 也是忽略了这两个方形的进气孔 多美卡呢 并不是Nismo版的啊 这个是一个机条 前两呢 也算是相当的写实了 呃 侧面来看 多美卡呢 是官方的标配灰色 车门可开 另外俩呢 是都不可动的 同时 多美卡是唯一一个没有后视镜的 迷你GT呢 这个是赛车版的涂装 这个涂装真的是特别精细了 上面有很多小细节 人也是看不清的 但是拍照放大看呢 这些小字都是可以辨识的 这里吐槽一下这个刚串中间的小红点啊 这个真是丑啊 更丑的是啊 另外一侧镜是蓝色的 这个设计师是在跟客户开玩笑吗 他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喝多了呀 好的 咱们接下来看这辆风火轮的232 这个呢 是19年的手版了 这个蓝色配合白色的线条呢 好像并不是真车的涂装 呃 可能也是我没有查到啊 整体的感觉呢 还是火轮子主线一贯的狂野和粗线条 这个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车的尾部 从比例上来看 风火轮和多梅卡看上去舒服很多了 这个迷你GT呢 还是太瘦弱了 是吧 涂装上呢 本来就是迷你GT的主打 多梅卡这个也很良心啊 不但没有一印 我觉得这个惊喜程度同迷你GT也是旗鼓相当了 风火轮嘛 这个我一个普卡有涂装就不错了 是吧 你还要查自行车啊 最后咱们冲这个车的底部来看 车路方面呢 这个迷你GT啊 还真是弱机 相比我们的火轮子就要把气多了 是吧 忙就对了 同时呢 细节也是忙 我就光宝了 你要怎么电 另外俩呢 是都有细节的 迷你GT给我的感觉呢 是比较精雕细琢的纤细 多梅卡呢 就是那种我又惊喜又耐操的细致 反正你要玩我是不怕磕 要比细节呢 我也有的感觉 好的 说了这么多 咱们还是上转牌来展示一下 这三辆车综合比下来啊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多梅卡啊 模具不失细节 可动性强 又有这个独特的弹窗逼震 还皮身耐玩 是吧 这里我真是配合多梅卡的车楼设计了 这种设计呢 是保证车轴不管怎么压都不会弯的 可以很放心的吧 但是封火轮的车轴呢 是很容易就会被压弯的 迷你GT呢 就是一个模型啦 真的是不适合把玩 封火轮嘛 大家都懂的是吧 爱买不买吧 好的 那么今天的套光玩具箱就到这里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耐心收看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